字幕提供 文教基金会总干事曾轻云小姐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天作之和剧场社群行销经理李柏庆先生 胡大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三位贵宾都来谈 台湾最可贵 最值得骄傲跟推广的公民社会机制 我常说台湾有三个面向 政治民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 公民社会是最稳固的基底 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不断的邀请 两类人 这看法跟其他政论节目不太一样 公民团体 NGO团体 艺文表演团体 以及这一次的选举的 县市议员参选人 甚至到乡镇长参选人 甚至到最低人李长参选人 我们尽量邀请 大概是三岁上下 最多四十岁 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 台湾的千兮世代 三五世代 事实上已经逐渐的在基层草根民主 已经扎根了 我想我们应该理应给他们这些团体 不管公民团体或基层的民主 给他们观念平台 为什么呢 鼓舞大家希望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我们也规划很快的 文化部长 郑立军部长也会来我们节目 我们乐见 他可能是我们这个节目 出席力最高的内阁阁员 我们我很乐意再度邀请郑部长 因为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旅外的台侨 捐赠很多画作来台湾 我觉得是值得鼓舞的事 我们今天谈就谈表演艺术 怎么深入基层 刚好今天贵宾之一的水冰子兄 刚从日本回来 简单介绍好吗 你也在文化部外派的一个演讲场合 介绍台北讲感想 以及我们今天要探讨什么 请 好 那其实是去日本的东京 台湾文化中心演讲 演讲的题目是水道 还有道路 还有我们在日治时期的家屋 那我很惊讶的发现说 这个主题我在台北演讲 可能没有几个人会来听 可是当时就坐很满 而且有两类的人 一种是日本人对台湾非常有兴趣 他们每年可能就来了三四次 那研究的问题提出的提问 我都觉得比我了解的还要深入 那另外一种人呢 就是在日的台湾人 可能是第二代的 那他们可能国语不太好 北京话不太好 可是台语非常的流利 所以我觉得这两种人 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今天呢我就想要提到 在爱或者是在当下 或者是传承这个主题 那我们台北市有拿两栋鼓机 故居呢是来纪念这两个前辈 那第一位呢就是这一位蔡热月小姐 蔡热月老师 她16岁的时候 就到了东京去学习舞蹈 她当时呢出生在我们台南 宫古座经常有 有一些日本的舞团来表演 尤其是现代舞 她就想要一毕业 就去东京习舞 那到了东京之后呢 她当时因为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呢她被派驻 派了两次坐船 然后到东南亚 包含柬埔寨 包含我们广东 去做一些巡回的绕军活动 那到了战后 结束的时候呢 她就跟日本的留学生当时在那一艘船叫做 大九丸 大九丸是一个货船 所改装的 那在船上的时候呢 年轻学生于是就开始编舞 它编舞有两个句嘛 一个是印度之歌 另外一首呢是 我们的台湾 所以这一个是印度之歌 穿着印度的服装 然后你看这个首饰 就是印度舞的首饰 那当时的台湾留学生呢 他们所熟知的去日本留学 可能是能剧 可能是日本的传统歌剧 可是呢 在台湾是南馆北馆 从来没有看过这个这么现代的现代舞 所以蔡瑞瑞一到台湾之后 一回台湾之后呢 就开始很多的邀约 因为在船上的表演 那邀约就认识了他的先生雷石渝 他雷石渝呢 其实在尔法之后 1949 他就因为可能跟四六世界相关 也当时呢 台大就有这种被教授被辞退的案子 那因此他就被驱逐出去 可是当时他跟他结婚了 他肚子已经有小孩了 所以那个蔡瑞瑞没有 就是没有驱逐出境之后呢 他因此又入狱了 所以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入狱之后呢 更残忍的是 他在服刑期间呢 当局政府居然还叫他出来 表演给外交 就是当外交官司 那表演之后 他这个巨马就是傀儡上阵 这个傀儡上阵就表示说 后面好像有一个迎舞者 背后的政府 在就是操作着他 所以这个人没有 完全没有表情 那当时呢 他这个剧嘛 我在那边看最感动的是 他抱着他的小孩 他还要在做这段的演出 所以这个舞者的这个表情是十分的 就是让人家在回顾白色恐怖的时期 可是呢 蔡瑞瑞一直在表演 到1996年的时候 指定为古迹 然后居然还发生了大火 那这个表演就是要保护抢救这个古迹 那当时在现在的中山北路 这个地方就被表演者所保护下来了 所以这个蔡瑞瑞老师呢 其实一辈子在这一边 最后他晚年时候还回来做抢救的工作 那这个蔡瑞瑞舞蹈社的 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有关现代舞的演出呢 我们通常传统上会觉得说 现代舞就是有个舞台 然后大家看舞台 可是有时候舞台在里面 那我有时候去看表演的时候 那有时候舞者是在这边表演 所以他有点颠覆说 舞台观看与被观看 那这一个演出的 像蔡瑞瑞老师 他这个日本房子通常有柱子 结果这个柱子 居然在这几年的表演中 在巨马演出的时候 他就成为一个特色 变成一个表演的时候 要避开柱子 或者是柱子变成是 演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好 那第一段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隋平子先生写一部书 从台北咖啡漫步 或捷律漫步 到最近的台北漫步 他努力打造台北的城市论述 包括城市舞台 我们知道伦敦 巴黎 柏黎 纽约 包括布塔佩斯 你可以想象的都有城市论述 隋平子兄 这一点对我们节目贡献很大 我们要建构我们自己的城市论述 毫无疑问的 蔡瑞瑞小宇就是跨过时代 然然非常坚韧地表现 她一个女性的生命力 这绝对是台北市城市论述 最重要 最优美 最悲壮的篇章 我们再看一段 由金车文教基金会所提供的 儿少公益行动 成果发表颁奖典礼 中两年前开始呢 我们就跟着孩子们一起 每个月我们都已经翻一次 简述不只是一个口号 但应该是我们一个 长久去支持的一个行动 我爱老师 老师我爱你 为你还起友谊的桥梁 我们就花了周五和假日的时间 来抓菜草 听听能获得很多的人生宝贵故事 不错就没有改变了 这次的行动让我们看见世界 并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儿童 并没有我们那么幸福 有些按摩的技术 可以用 就是购买图书 送颠这三个机构 以索比亚 然后到肯亚 到星巴威 要同你的心态 从而去闪视 并思考说 我们都相同拥有的权利是什么 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多拉克 他在几乎所有的论述里面最后一章 已经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 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怎么发挥公益爱心博爱精神 这一点金车文教基金会做得非常 有益社会健康正面的事情 曾经给总监事业长年关怀 这些青少年包括这些公益活动 丽本请你介绍 请 是 金车文教基金会从2011年开始 推动爱浪世界转动 儿少公益行动 我们希望能够开拓孩子的全球视野 然后实践在地行动 结合了国际教育 世界公民 以及服务学习 每一年大概都有100组的团队参与 超过6000名的同学响应 今年我们特别希望说 能够改变以往的一个模式 让不要 就只是在募发票 然后捐款等等 所以我们特别邀请了在美国 得到CNN十大青年的台一少女林昕渝 回台来分享她的梦想实践计划 然后我们举办了一个金车国际青年论坛 以及校园演讲 这是林昕渝她在小学五年级开始 她就开始去推动一个废油回收计划 她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关心贫护家庭 还有全球暖化 然后在这样子一个历程当中 她就发现了原来她就参加了一个 能源的博览会 然后发现了原来废油可以变成升职能源 然后她就开始号召了她的同学 一起来推动这样子的一个行动 在这个推动的行动的历程当中 我觉得她非常的厉害 一个小小的五年级的学生 她懂得怎么样去提升大众的意识 然后她去推动立法 让所有的商业废油都可以被回收 然后其次她还去结合了120间的餐厅 然后让她整个能够 就是整个都可以回收 然后她也去就是号召了八个社福团体 让这些废油都可以到这些贫护的家庭 然后让她变成是一个循环的系统 她今年她已经升上了史丹佛的 念史丹佛大学 可是这个系统还依旧可以循环的被使用 所以她在2012年的时候 被CNN就选为她十大青年 而且还两度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召建 整个这样的一个计划 她总共这十年来回收了120万吨的 废油 然后提供整个提炼出来100万公升的 升值能源 然后让33所的学校的校车 还有600户的平户 他们冬天都可以提供暖气 我提到刚才年轻女校园所作是在 你刚才讲是美国还是在台湾 在美国 她来台湾对我们的青少年演讲 你们做交流 有改变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的人员的看法吗 是 因为我们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让青少年 他们可以多去了解各种不同的方式 所以在整个模式当中 其实我们也邀请了六位青少年 跟他一起做对谈 然后也让其他人看到 其实台湾的青少年也不遑多浪 也就是你们鼓励青少年公益活动 特别找一些成功的一个模范 典范角色来做 包括林兴玉小 以及台湾我们内部的这几位 我很好奇说 对这些年轻人也没有很大的鼓励作用 我想你们做一个总计 其实适者一定会特别注意者 是 改变什么 是 因为其实青少年他们 因为我们常常都觉得 做服务是不是只有捐款 或者是打扫清洁 或者是募发票就好了 其实可以做的很多事情 就像我们做爱让世界转动 整个活动我觉得 其实孩子们他不仅看到 全世界的状况 包括环境议题 能源议题 还有难民议题 还有移工问题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台湾的孩子也都很棒 只是在做法上面 可能没有像星渝这样子 去思考到一个循环的系统 一个永续的经营方式 难得因为我们旅外的自己的子弟 姊妹林幸宇小姐 在小学五年级就能改变 这就是人是自己命运的建筑师 这样的典范 我今天中午刚好在一个广播节目 跟一位我们台湾年轻的记者 他也做过历任电视台的记者 但是他变成独立记者 国际新闻的独立记者 到目前最激烈的地区 就是缅甸的罗兴亚族地方做采访 你看我们所知道的国际新闻知识 往往是从纸面或新闻来的 但是他第一手做调查采访的时候 那就跟外面想象不一样了 非常深刻 那因为他明后天又要到冲绳 我们知道最近冲绳之线又改选了 他马上要到冲绳做报导 我说请你回来以后来我们节目 告诉大家 台湾人是有记者做人道关怀的工作 关心被全世界所忽略的 罗兴亚族被迫害的事件 你看到处都是有人让这爱心不断的转动 我们今天也邀请到天作之和剧场的 社群行销经理李博信先生 他们提供一段音乐季 天堂边缘魔幻在线 我们再请教他们 为什么透过音乐季的形式 来推动公民能文主义呢 喂你好 我徐正宇 老板 我们可不可以讲点道理啊 我已经一整个礼拜都睡在工地了 你还要我怎么样 真是要我死还上我跳楼啊 可怜的孩子 他又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 不是 从他出生那一刻起啊 我们就一直在他身边不是吗 你的意思是说 这28年来就算他醒着 也看不见你们听不见你们 对啊 那他怎么帮你们解决 生前最遗憾的一件事 那什么最遗憾的一件事 解决什么 我吗 我就再给你们24小时的时间解决遗憾 24小时之后 我来接你们上路 才24小时 一秒也不多 郑月 你还记得我吗 看天堂的边缘 回头再看人间 黑暗的你 却永远在眼前 他想再见一遍 他想弥补一遍 他想弥补一遍 能付出对你的思念 还会天堂 天堂的天空 媒体工作者有社会责任 媒体工作者有社会责任 就是透过一个平台 把台湾未来的希望 让他在这个平台上 能够抒发意见 引起大家共鸣 共同迈向信心希望爱心 我们今天除了三位 社区工作者 NGO工作者以外 我也预告明天我邀请 新北市医院郑永恩小姐 他带一群这个 运动教练 他们怎么鼓舞年轻人 投身为了台湾运动 我们礼拜四邀请商议方老师 他特别在选举的时候 提出文化立宪 请问这次县市首长选举 有人提出文化立宪或文化立宪吗 这个议题非常好 跟我们说周五 也透过台湾文艺和复兴运动 不断地鼓舞公民人文素养 这个公民社会的重要性 博恩兄 全世界就是我们的舞台 莎士比亚这样讲 你们这个舞台是要传达什么信息 好 这些我们有 我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论点 城市的发展要看交通 那国家的教育要看公共厕所 那人民的素质呢 要看这个国家的文 文艺文化 艺术文化 那透过音乐剧 因为我们是一个音乐剧团 那音乐剧团可以表现的是 一个精彩的演出内容 《天长编元》这部戏啊 是在讲说就是 28岁的男主角郑宇大概跟我差不多大 那我们现在面临着社会上的一些考验 工作上的历练 还有可能感情上家庭里面 就是在这个年纪的 这个年纪的工作者面对着非常多的挑战 那他身边有三位守护神 就是一直跟着他 那有一天有一个天使就是降临跟守护神说 在24小时之内我要接你们离开这个人世间 那守护神就发现说 原来我生前会跟着这个男主角28年 是因为我有一个未完的遗憾 我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有一个未完的遗憾 需要被圆满我才能离开 那解决这个生命遗憾的 解决这个生命遗憾的最重要的关键 就在这个男主角身上 要透过男主角的协助 让这三个守护神各自的遗憾 让他圆满 那中间就有对亲人的思念 对爱情的思念 然后对梦想的追求 那这个男主角当然在这24小时之内 帮助这三个守护神如何去圆满他们的遗憾 然后让这三个守护神可以顺利的离开人世间 那透过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就是男主角也发现说 这三个守护神的遗憾 恰巧也是男主角自己生命中的一个遗憾 所以说在这出戏里面 虽然是一个平易见人的故事 可是可以让观众非常的能去体会到说 其实我生命的当下 我是需要去把握的 我是需要去把握每一次的机会 去圆满自己生命中面对到的各种的可能性 我认识一位记者 目前是报社派驻柏林的特派员 他也担了电视台的传述 他本身就是一个剧场工作者 他跟我说在柏林 每天每晚 几乎每一条街的酒馆或俱乐部或沙龙 都有剧场的演出 他说这就是德国啊 这个民间最大力量透过剧场来表达 印象特别深刻 台湾有但不多 事实上从日剧时代开始 因为我要强调 今年就是台湾文化协会的90周年 所以今年台北市文化局定位的 新台湾文化协会定位 因为很快的2018也就是往前推 19181919 刚好明年也是武士运动100周年 我请教这个柏林兄 你们推动这个天作之和这个 就像日本时代叫剧场运动 一定想传达一些信息 你刚刚提到的例子很好啊 把三个这个保护之神把他送走 能自己掌握命运 你们想透过剧场运动 就像柏林一样 剧场运动 表现什么呢 在当代的台北 因为剧团就是 在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里面 我们相信说就是 演出音乐 其实在于人心上面的一个 影响力是很深的 那透过剧能告诉我们一些 对于生命的议题 或者是对于爱情 对于工作企图心等等 我们相信表演艺术的力量 其实是影响 观众的力量是很大的 那当然表演艺术 对我们而言就是 一个产业吧 请问你们是专业的团体 还是业余的 天作之和这个剧场 我们是专业音乐剧团 表演艺术 就专门做音乐剧 然后在哪些重要的场合 不断地表演 台湾就是台湾的演出的档期 其实是很受限制的 在这边可以分享一下 就是在国外 其实像百老汇 他们一档戏 可能就演一季 或者是更多个月这样子 演十几年了 二十年了 对但是而且他们的演出期 其实是很长的 就像电影院 只是问题是他们的 档期是非常的长久的 所以说可能这一个月 观众下班了去剧院看 然后跟朋友下个月去剧院看 他们可以利用 比较长的时间 建立起看戏的习惯跟文化 其实台湾在剧场的市场里面 是比较可惜的 因为我们的剧场 场馆提供的部分 可能就是一周两周 这样子其实很难去塑造出 一出戏的一个长期的市场 那当然这是我们剧场 在行销里面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们才会努力的去 做广告或者是 让表演艺术里面精彩的部分 让观众看到 那下个阶段 就是可以去提到 我们黄金东的计划 好 做培养后劲 我很高兴博晋兄兄 也不到三十岁 他们是专业的团体 环境未必那么顺畅 他们努力打造 那台湾没有办法 像你说纽约的百老会 我记得那个 我那时还在美国的时候 那个加尔各达这个剧都演二三十年了 那更不用说猫剧 歌剧魅影 几乎没有停过 它变成一个 好像不只是有剧场排班 甚至变成永恒节目 还环游世界 这剧场运动 本身就是一个表现 你看美国或英伦 它的一个软实力的最好机会 再回到水瓶子兄就是 我看到普天生先生 台湾绝对是一个伟大的雕塑家之一 他的公子也上过我们节目 我知道他也是跟陈辰波 有关系 亲家嘛 把普天生的故事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请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看板 其实普天生他从小 大概1921年 1921年他就去日本留学 那当时他其实是偷家里的钱 然后坐船 坐火车到基隆 然后就坐船到东京去念书了 那念书的时候呢 他本来是念美术学校 可是好像志向不合 就改学雕塑 那我们大家可能熟知 大道成的黄土水 蒙甲的黄土水 可是普天生 其实他做更多的事情 那这个是孙文的雕塑 那当时呢 他1941年回台湾的时候 就学成归国了 他的老师就给他的孙文的照片 结果没想到战后1945之后呢 因为国民政府来 就需要雕塑孙文的形象 所以他就派上用场了 那当时呢 1947年发生228事变 那他的岳父陈辰波就过世了 在过世前一天在狱中 写遗书的时候 其实有特别留几个字给他 他认为说普天生他的 你看这张照片就知道 他的个性非常的刚直 刚义 所以他就说你的气太坚毅了 会得罪人 所以希望你可以圆滑一点 所以这一件事 我觉得影响到他后来 他除了做孙文的雕塑之外 他也做那个蒋介石的雕塑 而且蒋介石呢 他当时是做他光头的 就是没有戴帽子 我们看到蒋介石的雕像 都是有戴帽子 所以他做出来的时候呢 当局还派人来警告他说 你小心你的那个头会不见 他非常的坚持说 这样子比较漂亮 比较帅 所以老蒋当时就看到了 也没有说话 所以这一件作品就被留着 好 那他其实呢 我们大家会觉得说 他当时是不是奉承国民政府 奉承政府 所以做了很多孙文 或者是老蒋的雕塑 其实他也做过当时 不容于当局的这一个是鲁迅 所以鲁迅当时 其实我们这边完全 你知道有跟鲁迅相关 可能去读他书 就会被杀头的 他居然还做他的雕塑 那这件作品 其实现在有附刻在 我们台南成功大学的校门口 那普天生呢 后来他就做有关 因为奥运 东京奥运 当时他就去日本学习 又回去日本学习 那回来的时候 他就做了很多这种 运动的雕塑 在国富经验馆展的时候 可是没想到 我们当时民风保守 就被禁展 因为是裸体 所以就被禁展 现在回想起来 是真的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那普天生呢 其实现在他的故居纪念馆 在华山文化中心附近 所以在华山呢 就有这个美惠三女神的雕塑 非常具有 就是在地文史馆 跟我们在地文化的结合 所以去华山观光的时候 可以去欣赏一下 那非常值得提的一件事就是 这是他的故居的大门口 那这边当然有 比较熟知的武凤的雕像 那当年被推倒了 这也有一个 那这也是当时 我们觉得武凤的故事 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雕像就被推倒了 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一个雕塑 是健康幼稚园的林俊娟老师 那当时林俊娟老师呢 健康幼稚园试验大家都知道 那李登辉总统就委托普天生 来制作这个雕塑 可是在制作的过程 他被测出有癌症了 那癌症我们通常就去做化疗 可是普天生他就坚持说他不做化疗 为什么呢 一做化疗体力就没有了 就没办法做了 所以他就觉得说林俊娟老师 这种为别人的小朋友 付出他的性命非常可贵 所以他宁愿不去化疗 还制作他的雕像 制作完他就过时了 所以普天生其实是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大家去认识一个雕塑家 也可以去参观他的故事 普天生前辈这样说 你开幕是一小时 我的作品却是一生 他是 从毕生之力完成一件作品 对 而且非常坚持说这个 雕塑是艺术 它具有永恒性这件事情 我请教你 你今天特别介绍舞蹈家 蔡瑞业女士 雕塑家普天生先生 都是潜能的典范 希望对年轻人述说什么 那像蔡瑞瑞老师 他是一辈子都在学习舞蹈 而且排舞 而且是教学生 那普天生其实也是教学生 那我觉得说 我们现在 其实都完全不了解 台湾有哪些前辈在为我们付出 那我希望是透过这种 参观故居的模式 了解我们台湾曾经有哪些前辈 好 不管蔡瑞业小姐或普天生先生 其实刚好应验一句话 这句话来自英国的一位爵士 他也是艺术史大师 叫做肯尼斯克拉克 我说过他他常年在BBC 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主持 就是文明的故事 他结论一定讲一句话 文明的进步来自信心 没错吧 艺术家 舞蹈家 来自我们鼓励年轻人 就要告诉说 你们一定要怀着信心 往前走 我去请教曾庆云总干事 军车文教基金会 事实上继续推动鼓励年轻人 就像前面那个照片 你看 满坑满谷年轻人鼓舞他们 你们怎么做呢 怎么鼓舞年轻人 走向未来目标希望呢 请继续介绍 是 今年9月份的时候 我们办理了一场 金车国际青年论坛 然后邀请了300多位的年轻朋友 还有关心教育的工作者 一起参与这场盛会 因为那一天其实是礼拜天 就还是非常爆满 在会中 我们除了邀请林欣瑜同学之外 我们还邀请了另外六位 台湾的高中生 一起来分享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真的不简单 这是第一张 这是这位是李嘉欣同学 他自己在暑假的时候 他就自己上网去查 国际上有哪些议题 然后他就发现了史丹佛大学 在有一个社会公益计划 然后在西安有一个中国农村的发展计划 那他们有四项计划 他就参与了其中的一项 就是平童的营养问题 那他去参加了之后 他就都去拜访 然后发现了中国留走儿童 其实有很很严重的营养不均 以及贫血的问题 那他也做了非常多的个案的研究 然后发现了 其实他就得出来一个结论 也提醒了台湾的父母 其实用钱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 然后多食用在地的农产品 还有多注意蔬果的营养均衡 可以减少发展磁缓 然后也可以带给孩子莫大的健康 这是我们 然后另外 这是北一女的林文云同学 他因为家庭教育的关系 他从小就非常喜欢阅读 然后他从小学五年级开始 就跟着他弟弟一起到夜市 去发书给摊商的小孩 然后还邀请了很多名人签书 然后一同去飘书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人喜欢阅读 那他还甚至还自己印了一本周述 就是那个红豆博周述的故事 送给台湾偏乡的学校 希望能够去推动这样子的一个爱心的故事 然后推动阅读 那我想分享的第三位 这位是军医中学的江义奇同学 他做了台东第一所的东南亚移动图书馆 他到人潮众多的地方去摆设一个东南亚的图书 因为他发现除了灿难时关这样子的一个书店 有一些东南亚的书籍 其实台湾的移工常常都没有阅读的权利 所以他希望能够捍卫移工的阅读权利 所以他就这样子到处去 这一年多来他就到处去摆摊 然后除此之外 他还教会这些新移民妈妈 还有移工朋友简单的中文 因为他觉得如果就是他们懂了这些中文以后 就可以减少被诈骗 减少被雇主欺压 那我真的觉得台湾的年轻人真的很不简单 我曾经认识一位美国的一个生物学家 他特别研究人的情绪正根腹的 他透过非常缜密的一个科学方法 当人的生气的时候 或人动怒的时候 或焦虑的时候 恐惧的时候 他想办法 反正用科学方法 可能把那个气 把它集结起来 吸收起来 情绪或口水之类的唾液 然后把这种唾液 注射到老鼠里面 白老鼠 老鼠就死了 这这么一件事情 这些生物学家跟我说 是这么一件事情 人的情绪如果负面的话 集结起来 注射到白老鼠里面 他会死掉 那想想看 如果在你身上 如果想想看 在电视上散播给大家 负面情绪的话 我宁愿散播正面的力量 我觉得今天三位都是非常好 我想不管蔡热叶小姐 或普天生先生 他们都前辈 他们年轻时代就是有这个理想的 包括透过这个曾总干事 跟等下薄金兄要介绍 也就是我们要鼓舞年轻人有希望 我们只要告诉他四件事就好了 我会对年轻人 我们观众很多是十几岁的 国中生高中生 有时候父母还陪他们看 你有没有随着你的年纪改变而改变 你有没有随着你的职务改变而改变 更重要的是你也没有让别人有所改变 第四个你要思考 如果你十五岁了 你对社会的回馈是什么 我记得彼得杜拉克曾经说 如果一个人五十岁了 自问自答说我对社会的回馈是什么 想半天回答不出来 好 你一声报销了 所以十五岁是无时有五立志 立志之年 不仅在自己的学养方面 对社会的回馈非常重要 我很乐见天作之和剧场有一个黄金种子计划 换句话说他们不是自我定位为表演艺术者而已 他们鼓励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 剧场运动 包括各种表演艺术活动 来 请你简单介绍 然后我再来播放一段你们的片段 因为我们知道美学 文化艺术 生命教育等等历程 都是在学生时期就可以慢慢开始培养的 那我们的黄金种子计划就是期待说 台湾的下一代 从学生时期就可以开始接触表演艺术 那当然对于音乐剧场而言 我们认为音乐剧是一个比较亲切 然后凡俗 应该讲凡俗有点就是不太好听 就是通俗流行的 对 那它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迪士尼 我们看音乐剧都会有很深刻的印象 然后也会对于一些生命教育历程 受到一些学习 那我们的黄金种子计划呢 它是以企业团体个人或者是 企业团体个人的捐款 然后呢我们让学生可以用更低的门槛 更低的门票费用去轻松的进入剧场 然后在学生时期就可以接触到 表演艺术的熏陶 让他们的艺术文化教育 生命教育可以从学生时期开始培养 那这是我们一直不断在执行的一个计划之一 那当然也是 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观众是要我们不断慢慢的去培养的 那我们培养学生 在学生时期就接触表演艺术 十年后 他们就是一个我们潜在的一个客户群 不用等十年后 我们就看学生怎么说 再请这个伯敬兄的简单评论 来 看一段 最棒的地方是最好 就是他跟爸爸妈妈 就是跟妈妈和好 然后他就比较知道妈妈的 其实也是很爱他 只是一些原因没办法 就陪在他身边 第一次接触戏剧类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可以对他们生活上有一些新的启发 老师和学生亲眼见证 也有了别人偷不走的满满收获 天作之和也期待台湾 对于艺术教育扎根这个名词不再陌生 刚才那个片尾很好 那叫做希望的种子 也许是艺术 音乐 文学 但是那个希望种子一定会花芽成长 展现信心 爱心 希望 这才是真正的核心价值 博敬兄 你们努力的成果 是不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当结论跟大家分享 怎么继续努力 来 请 博敬 是 黄金总的计划透过学生进入剧场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刚刚的VCR看到说 学生对于音乐剧给他们的印象 然后故事情节里面带给他们的感动 以及我们的剧本想要传达出来的一些生命的议程 其实对于学生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那当然在学生时期可能他们没办法 比较没有这样的资源可以去看 就是买比较昂贵的门票 那透过计划他们可以用更低的门槛进入剧场 那当然我们期待说用这样的一个教育的方式 到了他们入了社会 可以自己赚钱了 然后也认同这样的一个表演艺术跟娱乐消费 他们会再回到剧场 然后也扩散给更多的学生们知道 我请教博庆 你们有没有跟学校或社团或企业一直长年合作 来培养所谓的房金种子培养计划 有像我们做社群行销 我们在于网络上的媒体 老师间的社团 我们都会不达这样的消息 除了学生看到资讯 脸书资讯 或者是其他网络广告的资讯 知道这样的计划 跟我们剧团联络之外 我们也有就是透过老师们的一个群络社群里面 让老师们跟老师们彼此的分享 让一个老师带十个学生二十个学生来 这样的扩散效率就更好 因为是我到美国参加一个美国的一个莎士比亚剧团正在排练 我在旁边看而已 我看到那个总监就导演对着台上的人说 你现在演黎尔王 或演哈姆雷特 或演不管哪个角色 永远不要忘了 你不只演黎尔王 也要演你自己 演你自己 同时呢 你在台上演的时候 也要从台上走到台下来 从台下看自己 我说这是一流的导演 演自己 同时也是旁观者 运用寺庙存无欲心 我们应该鼓舞年轻人做自己 同时也要关照 从别人观点来看待自己 我想最后我们请这个 水平子兄跟青云小姐来做一个结论 七年七六举办过恐龙展 跟策展人焦正德先生 有合作一个生物公益 传达台湾生物的多样性 这个议题非常好 我要当结论好吗 请 那大家看家这张照片 你看这个到底是化石 还是是一个椅子坐垫 所以其实呢 这一位焦正德先生 跟我们合作很多年 我也是在帮他做这种 生物公寓的导览解说 那大家看这个场域 其实是在台湾博物馆的 这个南门院区 一个小白宫里面 那他也是费尽了九牛二五之力 把台大的一些化石 或者一些博物馆里面 可以借出来访 然后台博物馆也愿意 让我们做这个展览 所以台湾的生物呢 其实海拔 从海平面一直到玉山 非常高 所以生物非常多样性 那又如果从历史来看 恐龙或者是这些化石 也曾经存在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展览 刚才胡大哥有讲说 有关观看与被观看 还有你要演自己 那我觉得透过这件事 你打破了我们传统博物馆 是很深冷的 而且是好像我们去看 就是看展品这样子 透过打破这样的机制 做跨界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另外呢我们 这个是我们清田七流的庭院 这个恐龙呢其实是小朋友 那很多家长来就说 为什么有这个 童趣小朋友的东西 那我们要传达的 就是说恐龙 大家小朋友很有兴趣 可是恐龙是在我们地质学 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 那透过这样的连结 而且这个石头呢 也是我们地质系的一个展览品 所以透过这样的连结 让大家可以带动 我们对于恐龙的认识 那这个是有关艺术演出 跟这些故居或老宅的 一个结合的方式 随便只希望用他的环境教育 禁教来改变下一代 请东西我再讲到 这节目主题 我为什么不断地讲这主题呢 国家认同 它建构于公共政策 我尤其会邀请那些 我自作过至少邀请100位 参选基层的县市议员 乡镇长来讲他们 在地的公共政策 这是非常实际的 当然这是文艺复兴的素养 同时电视不只是让人家观赏 他有责任重新确立 公民能文主义 通财教育重要性 我想这个曾总干事 你们特别以这个 屏东县 台湾族太武国小 一个计划 这是非常好的计划 用这个计划 来跟大家分享 你们的未来计划 未来的愿景好吗 是 因为我们在推动 《爱让世界转动》的一个活动 其中就有一组团队 就是太武国小的小朋友 他们去劝募了牙刷 想要教全世界的小朋友刷牙 因为他们看到了 未叫这样子的可贵 然后他们 我觉得很可爱的是 他们原本想要把这个牙刷 捐到肯雅去 结果那个船跑了 所以他们就只好把牙刷 捐到菲律宾 这对孩子来讲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你遇到问题 你怎么样去解决它 其实这也告诉我们 你要改变 就是爱让世界改变 爱也能够让世界改变 可是改变别人之前 我们是不是要先改变自己 所以他们在木牙刷的过程当中 他们先教会他们 就是主里面的木木 就是祖母们 祖父们刷牙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长辈 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真的觉得 其实金车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 我们自力打造 就是让青少年 一个服务的平台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孩子 可以成为工艺maker 然后就成为更好的人 然后继续的就是 能够影响更多人 所以我们希望用生命 影响生命 让就是这个世界有你会更美好 所以我们提出一个就是 逐梦踏实 改变世界 从我开始 非常好 Do it 大家知道 但Do it 之前要Dream it 要梦想 要理想 就像唐吉克德一样 怀抱那个不可摇集之闷 但是努力去做 就美梦成真 我要强调 台湾真正的实力之所在 并不是目前你所看到的 台面上的政治明星 或媒体论述者 那都是浮面的 真正的力量来自公民团体 志工团体 尤其是鼓舞年轻人团体 以及那些在基层 参选 县市议员 乡镇里长者 我越来越感受 那才是真正台湾根基之所在 让我们立以不败之地 感谢三位为了我们继续探讨 你们所做的努力 谢谢 谢谢 谢谢